歡迎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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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請在現場的朋友們打聲招呼好嗎 謝謝小燕 各位美體大家的大姐大家好 我是楊小燕 我的工作常常需要長時間等待 那我覺得遊戲就是陪伴著我們 而且我是一個從國小開始打電動的人 但是我一樣沒有學壞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鼓勵大家 就是可以多動腦 然後不是只是年輕人的一個活動 就是可能妳反而越年長越需要動腦 我近視是因為打電動 我是那種打電動的女生 然後就是比較宅在家裡的人 那現在打電動的時間反而是在外面 因為拍戲啊拍廣告 實在是蠻需要電動陪在我們身邊的 超級瑪莉啊 我真的是實在是小時候會玩的東西 但是我長大之後就是會玩一些比較運動的 對就是可能像我剛剛玩的高爾夫啊 然後還有玩一些打打殺殺的 對其實也會打一些槍戰 就是PlayStation的一些比較個性化的遊戲 基本上我都是裡面的玩家 會暗藏在裡面 那可能很多人跟我對戰 但是他們不知道 所以妳今年的廣告已經多到第13支了對不對 我自己沒有算耶 但是好像 的確就是從頭到腳幾乎啦 對 那收入有算嗎 收入也沒有算耶 對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又買房又買車 會有那個買房買車的大計劃嗎 沒有 而且買車是我媽媽就是非常不允許的事情 他一直很希望說我可以 就是不要就是這麼辛苦 可能他怕我打瞌睡吧 因為我其實常常會在計程車上睡著 然後他很生氣 所以他也很怕我自己開車的話會有危險 所以他其實是蠻不希望我買車子的 是我自己有覺得30歲可以買一個 香奈兒的包包給自己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我是不適合背 因為我現在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撐不起來 如果我30歲撐得起來的話 我才會花那個錢 如果還是撐不起來 我不會勉強買的那種人 我有名牌包 我有 但是我自己會獻耳賭 就是我的習慣啦 就是常常就是買東西的時候 都覺得我媽媽可能會在我身後出現那種感覺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會很在乎他的感覺 當然他就是會心疼我賺的錢 然後他會用一些苦肉機 讓我知道說不可以太揮霍 所以我已經就出到這麼長時間 我還是一直以來都沒有太隨便的花錢 但是有時候就是 要真的要花下去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蠻狠的 心中獎當天 應該說過12點 因為典禮是好像 對結束 我自己進行公園結束的時候 我有時間我就趕快傳個恭喜 但我覺得他應該沒有時間回我 直到我都洗完澡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還半裸體狀態的時候 就快要凌晨4點接到他電話 然後我還就平時跟他講話的那種口氣 就說 然後就沒有聲音 然後就一直聽到一個男人的錯氣聲 錯氣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我嚇到我就說你幹嘛 我說你在哭嗎 然後他就繼續在哭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他怎麼了 我就說你太高興了是不是 然後我說快點你趕快出生 他真的不要嚇我 他維持了很久的時間 然後最後才開第一句口 就是我要謝謝你 然後就開始講了一些他的內心話 我當然也不便跟大家講 但是我知道說他的內心是複雜的 我想那個人就算不是我的朋友 這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得獎者的話 我覺得都是會心疼的 那我覺得這個獎項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每一個人如果 無論入不入圍啦 因為我很努力但我沒有入圍嘛 對那可是我覺得 像他們都是實至名歸的 那可是真的每一年的評審 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表演本來就是很主觀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就 沒有人可以預測的準 可是我覺得應該要祝福所有得獎的人 然後大家都是很值得的人 我賭他是我跟他合作我歌背不能往外彎啊 但是因為是我的朋友我也開心 基本上我覺得誰得我都不會意外耶 因為我覺得都很棒 然後剛好就每一部戲我都有 至少不管有沒有看過全部都有看過一點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 看到他這樣當然會覺得很心疼 那孝全那天也沒有說什麼很萬幸或怎麼樣 就他表現也蠻落落大方的 因為我不是評審我沒辦法去評斷 但是他是影帝這件事情已經是個事實了 那我覺得我跟他合作是 如果麻辣先是不算的話 因為韋伯告訴我他真正的第一部戲劇是跟我 他在裡面很多第一次都是給我 那他第二部戲就是他得獎的這個愛無限 他也有叫我一定要看 那我也看了 我只能說判若兩人 然後他也有告訴我說 陳琳我不是NG王了 因為不良笑話他是一個NG王 然後韋伯自己講他很笨 我說真的他當時跟我合作的時候他真的很笨 然後是笨到我要把他拉到旁邊去罵他 就算我跟他是朋友 我還是會看不下去 可是我覺得他的 他其實是一個笑笑的男生很陽光 但他自尊性很強 所以我相信當他接愛無限這部戲的時候 他一定有警惕自己 他不要再跟之前一樣什麼什麼 所以當我看到他的表現的時候 連我跟他這麼熟 跟他拍文戲會想吐的這種熟識程度 我都可以看到他的戲被他感動 然後會想哭 然後我會覺得他做到了 那還是一句話啦 就是我覺得大家應該都還是要恭喜 所有得獎人無論那個人是誰 恩